在晚上好,我们给他推荐一本书叫《列奥纳多达芬奇传》 对中国作者来说比较熟悉的名字是达芬奇 但是其实他的名字是叫列奥纳多达芬奇上是他的信 那因为在中国的话实际上达芬奇比较少 所以我们只要一说达芬奇就知道是叫列奥纳多达芬奇 我今天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用到达芬奇这个名字 我觉得中国读者其实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那这本是一个大部头,这个书非常非常厚 一共有500多页 所以过去的两周我都一直在拿着这本书 然后在路上的时候都拿着大部头一直在看 确实花很多的时间 而且达芬奇最主要是涉及到绘画艺术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话题 但是依旧觉得收获非常多 这周的话我们在上海开暑期复盘会 跟管理者做到一起 我们就聊了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叫理性 我们的观点啊 我们的观点是 在一个企业当中作为管理者 最主要的技能就是理性 所谓理性就是合作善意 对吧 不要承担责任 不要耍赖 不要感性 不要发泄情绪 然后总是要保持镇定 这个是非常难的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遇到这种情绪的冲动的这种诱惑 是很多的 有些时候我观察到一些大人 并不能保持非常好的理性 生活当中不理性的也非常多 就不要去说那些犯罪分子 我们在上海开完会之后 去了一次 去了一趟苏州 主要是看那个贝玉民的博物馆 我们去的时候 苏州就发生一个新闻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了 有两个人吵架 然后就那个男的就拿着刀 这个划伤的那位女士 然后当然有很多人见义勇为 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大量不理性的例子 当然也可以看到理性的例子 对不对 人类社会 到今天我们能够有科技 有进步 有科学 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 所以人必定就是 你一生在不断的修炼 他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理性的人 那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利亚拉多达芬奇传》 我就觉得说 五百多页的一本大不投 其实也贡献了理性主义的精神 就是读这样的书呢 能够让你对于这个世界 或者对于宏大的主题 要更加关心 也可以更多的贡献一点智慧给你 因为我在读的时候啊 实际上是觉得说特别陌生 这个好多话题我都不知道啊 我为什么要读一本这样的书 但是五百多页读下来之后 还发现说 他让我渐渐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现在在回想过去读书会的 这几年三五年的过程当中 由于每年都读了几十本书 我指的是认真的读了几十本书 到现在的话 我在做很多事情 很少会觉得特别难 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底气 就来自于过去的阅读的习惯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记得我在三十多岁 刚刚做管理的时候 我经常会有一种恐惧 就是这件事情我搞不定 我胜任不了 但是现在我从来没有觉得哪件事情 我是胜任不了的 那种心中的平和和稳定性 其实来自于不断地获取知识 或者是不断地去研究一些宏大的主题 这样的话 你就会更平静很多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 那这本书的作者的话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 因为我们之前分享过他的一本乔布斯传 乔布斯传 最近我们又分享了他写的 马斯克传 这个算是已经在世的 他写的为数不多的自传 沃尔森 艾萨克森还写的其他的一些自传 每一本自传都是大不头 他的自传的特点就是 非常平铺直序 不像一个非常有文学性的流畅的一个故事 但是他的始始料和细节非常丰富 然后平铺直序的让你一直看 你可以非常细节的了解到一个人物 很仔细的这个这个整个详实的一生 你全都可以了解到 而且他也是非常值得信仰信赖的一位 传记作者 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所有的出处 如果你发现和其他地方有一些 出入的话 那你就以这个自传为准就可以了 十一本 非常让人放心的自传 廖纳都达芬奇传 如果自己不想去啃下这本书 当然可以通过读书会的方式 分享的方式听一听 但自己亲自读的感受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今天的话 我大概讲两三个话题 就是我在读这个自传的时候 我对我的一些启发 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专业的 这个艺术人士 所以呢 我在读的时候会觉得话题非常陌生 完全是以一个门外汉的方式 来了解这本自传 所以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OK 好 那第一个的话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 达芬奇的童年时光 达芬奇的父亲叫皮耶罗达芬奇 他是在25岁的时候呢 去到佛罗伦萨去闯荡 那他父亲来自一个建政官的世家 建政官当时实际上在意大利 这个是非常 就是富裕的家庭 因为建政官 第一个是他要公正两个交易 所以他们经常出现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场合 而且自己的话一定要具备一定的权威 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所以这个达芬奇其实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呢 就是皮耶罗当时并没有和达芬奇的妈妈结婚 他是当时皮耶罗的妈妈叫卡泰蒂娜 那个时候他才十几岁应该啊 然后这个卡泰蒂娜在14岁的时候就成为孤儿了 后来他遇上了这个皮耶罗 也是达芬奇的父亲 他们两个人相好生下了达芬奇 生下达芬奇之后他们没有结婚 后来皮耶罗呢 又有三四次婚姻 而且生了11个孩子 然后达芬奇的妈妈卡泰蒂娜 也生了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和一位当地的农民 一位烧瑶公 结婚了 那当然听起来好像可能他妈妈的生活会比较动荡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这个 卡泰蒂娜的这个丈夫也是非常勤奋可靠的人 而且跟达芬奇的父亲这一家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那这个童年其实让人会产生一种疑惑啊 这个童年 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家庭 但是达芬奇其实他体现的这种天赋的存在 那就他这种天赋到底来源于什么地方啊 所以我特别特别想了解达芬奇到底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当中怎么样成长起来 他的安全感 他的探索欲 他的好奇心来自于什么地方啊 他的答案是他的叔叔叫Franchesco Franchesco是达芬奇的偶像 他比达芬奇只大15岁 但是当时呢 Franchesco和他的这个外公叔叔叫爷爷啊 都住在一个农场里面 他们在 他叔叔就在管理这个农场 监督 橄榄 葡萄 小麦的灌溉 种植 种植和收成 所以从五岁开始的时候呢 达芬奇就跟他叔叔在一起熟悉葡萄庄园 庄稼地 可以说他是完全跟在大自然当中成长起来的 他叔叔不但教会他推测 这个天气的变化 告诉他野生动物的习性 肯定还教他各种动植物的这种 辨认 告诉他的用途是什么 所以他实际上是达芬奇的自然科学导师 我们在读到后面达芬奇的这个个性的时候 你会发现达芬奇具有伟大的好奇心 他对于世间的万物都好奇 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这种好奇心 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经常有一个观点啊 就是只有具有安全感的孩子才具有探索欲 那达芬奇出生在似乎并不很稳定的一个家庭里面 那他这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后来我听到他叔叔小时候对他的陪伴 我会发现啊 就我们原先说的就是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来自于监护人的认可 这个监护人也就是说角色会发生变化的 当然现代社会当中的监护人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了父母 但是在五六百年以前 你发现监护人的角色经常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然后达芬奇在12岁之前都生活在芬奇镇 就是达芬奇这个名字 Devinci就是来自于芬奇镇 所以他那个镇就叫芬奇镇 他和他祖父叔叔生活是非常安定的 然后在12岁的时候呢 达芬奇的父亲皮耶罗就觉得比较孤独 有可能是他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婚姻并没有孩子 所以他就把达芬奇接到了镇里边 所以让他去上了一个算术学校 叫算盘学校啊 挺挺有意思 其他大部分时间达芬奇都是自学成才 然后到佛罗伦萨的头几年呢 他跟他父亲先生活在一起 接受了一些简单的教育 在14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给他找了一份学徒的工作 当时在佛罗伦萨有很多这种工坊 就是这些市民委托生产一些艺术品 装饰品的地方 绘画的地方 这些工坊大部分都是师傅带着学徒进行合作 然后制作出一些这个绘画的作品 那这个时候他父亲有一个朋友 接受了他叫维洛基奥 维洛基奥接受了达芬奇作为他的学徒 但是在这个自传当中特别说到 维洛基奥之所以收这个达芬奇作学徒 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看在他爸爸的面子上 而是他是真心实意的觉得达芬奇的才华很惊人 达芬奇是从小的时候就体现了非常强的绘画的天赋 而且他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这个习惯 比如他是左撇子 他用左手画画 然后他写字的话 是从右写到左边 从右边直接写到左边 这样的话最主要是不会抹到字迹 而且达芬奇的写的字是非常难认的 因为他写的是镜像字 所谓镜像字就是这个字在镜子里面显示的样子 一般的人是读不下来的 除非你长期去适应 所以我们不知道达芬奇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我们知道很多小说把达芬奇改造成一个非常神秘的 具有特殊本领的人 实际上这些都不是达芬奇刻意要做的 他只是习惯这么做而已 在这个工坊 在他第一个师傅维洛基奥的工坊里面 他们生产的一些作品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这个是少年时的大卫 这个样子 虽然这个作品看起来也显得愉悦 但是并没有展现出一种伟大的天赋 这是他非常非常早期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达芬奇在年轻的时候的一幅素描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织物 我们很多读书会好像都不需要对照PPT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在小程序让大家听 但是今天如果是我们在小程序当中听这个读书会的话 看来是一定要对照这个图片的 因为今天的大部分的题材都是讲达芬奇的绘画作品 这个就是达芬奇非常早期的一个素描的作品 大家会看到他在描写一件衣服的时候只用了黑白两种颜色 但是却把这件衣服的质感完全表达出来了 主要是通过明暗对比的方式 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说达芬奇上发明了一个叫明暗法 就是用光线和阴影对比的方式 在二维的画面当中去塑造一种三维的立体感 达芬奇的明暗法 它还包括了在颜料当中加入很多黑色的成分 产生不同的明暗度 而不是调整饱和度或者是色调 方法还不太一样 在达芬奇早期的生活 就是在一个工房里面 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自己就独立出来创业 然后也接一些作品 然后到三十岁的时候 达芬奇虽然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但是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名气 也没有伟大的作品 让世人景仰 在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去了另外的一个城市 由此开创了他其他非常多的新的生活 那在这里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想一个问题 就十六世纪意大利的这些绘画作品 对我们现代世界的人到底带来了什么 在苹果的时代 乔布斯是非常推崇达芬奇的 因为他认为达芬奇是艺术和科学交织口 把他交织在一起的 达芬奇是首位的开创者 然后在中国其实谈文艺复兴 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话题 当然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个这样的观点 就是非常可惜 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 或者是人文主义启蒙的运动 我们有一些苗头 但是我们没有完全走完 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 上一次吧 就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前 我去广州跟一个老师聊天的时候 这个老师就说 当他去澳大利亚去加拿大的时候 他发现一些非常普通的居民 也展现了良好的素养 所以他会觉得很奇怪 第一个是人均收入提升 人的素养就会提升吗 我在前大概一两个月去了一次日本 我发现日本也是 很多人觉得中日关系 其实带有非常多的敏感和故事 对不对 可是即使你在日本告诉一个人 我来自中国对方一定不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感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即使是他对中国假设他不太喜欢吧 我们假设是这样的 那这个人依旧不会表现出这种对你的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在一个人的价值观当中 首先对于人的尊敬是他的底层的那一部分 就像一个三角形当中最下面的一部分 再往上走才是我作为个人 我的政治观点 我的偏好 对吧 比如说我喜欢什么样的绘画作品 我喜欢什么样的演唱风格 这是越来越往上走的那一部分 所以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展现良好的风度和素养 比如说在美国的话 如果你走在队伍里边 你要让别人让一下 你一定要会说excuse me excuse me这个英文其实表示请原谅我 对吧 意思是我打扰你了 对吧 然后我会发现 我在我的身边 我经常观察到一些 由于没有人文主义启蒙所带来的 让我很难接受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老家 即使这个屋子里边有女士 甚至有怀孕的妈妈或者小孩 一些男的在抽烟的时候 依旧不会考虑到我的抽烟 是对别人带来伤害的 那大家觉得说 是因为他不了解抽烟的害处吗 我自己觉得不是 就是当我们并不征询他人意见 有些时候并不来自于知识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信息 而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没关系 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 参加一些商务的宴请的场合 我会发现有一些男的 也是肆无忌惮地点开烟就抽 从来不会问一下说 你们介意我抽烟吗 那同时 我又想起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老家的时候 有一天我跟我爸走在一个步行街上 类似于就是一些商店外面 铺了那种步行的砖块 然后我爸跟我说要到一个小卖 小卖店里面去买点东西 我就陪着他去 我正走着后面有一辆车 就猛地按了一声喇叭 然后我回过头 看着一个人开着车在我们后面 可能我们没听见 然后我就过去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按喇叭 你不知道你按喇叭会吓到前面的人吗 然后这个人问了我一句 他说我如果不按喇叭 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后面呢 我当时特别特别惊讶 因为有一些时候的话 别人按喇叭吓你一跳 你会生气 你觉得他是一个坏人 对吧 但是我看那个司机 他表现得出来的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委屈 就是你为什么不理解我呢 我在追求一种效用 就是我是要达到一个目的 我的目的是你知道我在后面 明白吗 所以我就可以开车就过去了 所以他对于效用的理解 是高于对于人的打扰的 就是你吓唬一下 没什么关系 我不想考虑这件事情 同样的事情 其实我经历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在生活当中 我总是冒出这个念头 就是在我们的身边 对于人的尊重的缺乏 到底原因是什么 可能有些人不会同意 我觉得大家也挺互相尊重对方的 所以我会觉得在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如果同样有一次 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的话 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整个社会的秩序 我觉得会好很多 这是我的观点 当然由于现代科学主义 人文启蒙的观点 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 随着互联网 以及我们向全世界看去 我们会发现 中国人或多或少 都受到一些 现代的人文主义的这个影响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是不对的 人首先要尊重他人 互相尊重 这是不能说假话 保持沉浸 这是最基本的观点 对我相信 和我保持同样的观点的人 应该有非常多 但是 如果你保有这个好奇心 你会一直在想 你会再往前想 你会再往前想 国家和国家 国民素养的差别 对吧 国家和国家 政治体制的成熟度 它的差异来自于什么地方 为什么有些东西 在中国就实行不下去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看似是读达芬奇的自传 好像是在欣赏绘画作品 但是其实 我刚才提到一个观点 就在这本书当中 依旧为我的理性主义精神 添加了一部分营养 也成为我看待这个世界 非常稳定的一种方式 它增加了我的能力 它肯定的 我读了这样的书 我的能力会更高 因为我突然 我找到了在16世纪文艺复兴 和普通人 以及和我生活的一个强脉络 这个和我们孩子 在上历史课当中 是完全不一样的 孩子不喜欢上历史课 大家记得 我们在教学勇气里面 说了一句话 记得吧 叫治愈悲伤 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 你有时候会很低沉 对吧 心烦意乱 彻夜不眠 你也会看到一些邪恶的人 邪恶的事情 你对付的方法 只有一个叫学习 学习世界如何运转 又是为何运转 又是如何运转的 唯有学习 让你的心灵 永不枯竭 永不疏离 永不遭罪 永不恐惧 永不疑虑 永不后悔 你要做的就是学习 这是 这是我们在教学勇气当中 这个作者引用了 怀特的一首诗 叫永恒之王 我当时听了之后 特别有感触 就是学习 能够让你走向宁静 这就是我的感觉 就是我读达芬奇 突然特别枯燥 特别漫长 信息特别特别多 有时候考验耐心 但是依旧这个知识 让我找到一种平静 是因为他给了我学习 但是我们的孩子 去学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 他们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讲的这些 我都没体会到 因为他们是在背一个概念 文艺复兴指14世纪到16世纪 欧洲的意想思想解放文化运动 那个不叫学习 那个叫背诵 对吧 刚才提到的 这就是学习 我的学习是可以让我治愈悲伤 但是我们的孩子到学校里面 那个不叫学习 如果他们理解了 他生活当中的东西 跟文艺复兴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他那种感觉 也会跟我是一样 觉得说 今天又明白了一点点东西 我不会失望 不会恐惧 不会后悔 不会心烦意乱 这是我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体会 就是原来文艺复兴指的是这个 那达芬奇跟文艺复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在欧洲中世纪的话 其实一切宣扬是神的价值 可是到了14世纪 15世纪 尤其到16世纪作为高峰的阶段 你会发现 人们开始肯定人的价值和主张 听起来很简单 到现在好 它变成了已经一种共识了 当然是要尊重人了 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 现实当中的幸福 这个是不容易的 16世纪到现在 应该就过去了600年的时间 你觉得现在的人 真的已经理解了这些吗 我看到太多太多的人 不理解这句话 很多人把孩子的成功 看得比他的过程 看得比孩子的幸福更重要 考上哪个学校 考上什么样的托分数 升级到美国什么样的大学 往往意味着要孩子 付出极大的痛苦 或甚至牺牲他的人生幸福 很多人都觉得值 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了 可见中国人文主义的精神 还不够普遍 我非常幸运的是出生在一个 很尊重我的这个家庭当中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样得知这个观点的 他们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 但也有人文主义的底层的价值观 可是很多其他的家庭却没有 我觉得 其实我经常想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来一个人文主义启蒙的运动 我们的生活要美好很多 或者如果读书会能够有一点点人文主义启蒙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生活又好很多 那读这本书的话 真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熏陶 就你在读16世纪达芬奇是怎么去研究绘画的 你竟然慢慢的能够认同 原来要肯定人的价值 你真 你就是你完全顺着这个思路去往前走 我在这里的话 通过读书会要去还原这些画的这个绘画艺术的伟大 或者他的精妙是有一点难的 但是我会试着做一两件事情 比如我们先来看一幅画 那这幅画的话是达芬奇和他的老师一起合作的 在这个画当中有耶稣他在受礼 那同时还有两位旁边有两位天使 如果大家用手机看的话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这个是达芬奇和他的老师一起合作的作品 这两个天使其中有一个是他的老师画的 有一个是达芬奇画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感觉出 哪个是达芬奇的作品 这个时候实际上在意大利的时候 他的这个绘画作品已经相当具备了 人的情绪情感 故事情节内心活动 已经是关于人了 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一点的话 我可以用一个埃及大概16世纪的壁画来做对比 你看看这两个基督受礼和埃及壁画同一个年代的 你有没有发现他绘画艺术所表现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是如果是这个 达芬奇的这个绘画作品当中 你发现他已经完全是关于人了 那这两位两个天使啊 再去仔细去对比啊 我把书上的对于这两位天使的表达给大家念一下 大家可能更能体会到 他说对比两个天使 不难看出达芬奇如何超越自己的老师 韦罗基奥的天使看上去显得空洞乏味 他的脸平淡无奇 仅有的情绪好像就是惊讶于身边这位天使 如此富有表现力 OK 韦罗基奥用线条来勾勒天使的头部 脸部 眼睛的轮廓 但是达芬奇的天使当中 这部分没有清晰的边缘 他卷曲的头发层次柔和 自然的贴合在脸部 没有分明的发际线这个是达芬奇的一个特点 达芬奇大部分画作品当中主人公都是卷发 卷曲的头发 如果你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到 哦原来达芬奇厉害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 人物的表情要想在画画作品当中表达出来 一个是由于观念的进步 第二个是来自于绘画技术的提高 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个具有天赋的画家 他还能受到某一种启示 或者是他的百分之百的精力都放到了 跟现实世界当中的是相关的 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 一个巅峰时期的这个画家 他有很多的这个做法 推动了人类向科学主义 向人文主义的方向前进 比如说达芬奇的伟大的天赋的包含的范围 非常非常广啊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达芬奇这个 他的兴趣包含的这个种类到底有哪些啊 达芬奇热爱自然毫无疑问啊 他要观察山谷河流树木 而且在一些绘画作品当中 他甚至能够安排好什么样的植物出现在 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当中 他对于水非常感兴趣 他会画各种漩涡 洪水 晚年的时候他对于洪水特别热情 他一度想去帮一个城市去设计很多水利的工程 有一部分也附助实施了 然后他对于洪溪效应特别关心 有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以通过洪溪效应来 把水提到高处 当然后来虽然失败了啊 他对于光影毫无疑问的侵入了巨大的热情 在他的这个笔记当 达芬奇自己在思考的时候 有非常详细的笔记 这个笔记有一部分已经失传了 现在保德大概有四分之一 有七千多张 如果这些笔记稍加整理的话 都是当时那个时期伟大的作品 当时达芬奇他没有这个兴趣 然后他经常去画那个光线的阴影的角度 以及不同的种类 同时他还对人体特别感兴趣 他感兴趣到什么程度啊 在他一生当中 他解剖的尸体可能有一百多具 而且那个时候由于技术的限制 所以他解剖尸体的时候 经常那个尸体他会腐败 然后他要强忍着不适 去观察这个尸体的肌肉的分布 包括心脏的组成 他在解剖尸体的时候 对于心脏的研究 对于血流的研究 甚至领先于几个世纪 他知道这个心脏是怎么闭合 以便不让这个血流倒退回去的 他唯一一件事情没有搞清楚 就是他不知道心脏 血流是一个循环系统 他以为血是一点一点往前推动的 就好像树木的 那个那个树枝一直往上涨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他没想明白的 但是相对于同时代的人 他懂得的东西已经非常非常多 他对于建筑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早期的时候他的很多工作其实是帮助去设计一些教堂 那还有私人的这个建筑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他对于圆形和方形之间的关系非常痴迷 不知道为什么 他画了一百多幅图 把这个圆形怎么样变成一个方形 如果他加入一点思考的深度的话 他可能可以成为16世纪的最早的数学家 然后他对于鸟类非常感兴趣 比如他观察这个蜻蜓的时候 他能观察到蜻蜓的前后翅膀的抖动高低是不一样的 现在人当然觉得这都是常识了 因为我们看过太多的图了 比如你看我们的摄影机已经可以让翅膀完全 以很慢的速度播放对吧 所以达芬奇当年六百多年前搞清楚的很多东西 我们在读自传的时候可能不会觉得特别惊叹 但是你要试着回到六百年前 在那个时候如果他甚至能想明白月亮是不发光的 月亮是因为受到太阳的光 所以他才体现出他现在那个光的强度和亮度 而且他能观察到月亮的一些有阴影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你就说作为一个如果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就凭着自己肉眼这种观察 怎么能够就知道这个这个这个心体是完全不发光的呢 这个背后有伟大的观察力 当然他有一件事情搞错了 就是他觉得星星也不发光 他是用同类的方式性类比啊 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些星星是发光的 达芬奇对于机械有强烈的兴趣 然后他有很多机械的图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些机械图纸啊 比如说呃他曾经去设计一些让弹簧均匀释放的这种螺旋齿轮 然后呢他还画了很多的这个透视图 他给这个帕乔利的一本书配了呃十多幅这个图片 就是把菱形的这种透视图全都画出来 你看到啊六百多年前画的菱形图已经可以和现在电脑画的这种标准的图 有可以完全可以媲美了 就是不仅他在尺寸呃科学程度非常的精准 而且他还画出了一种美感 就他整个阴影强弱的对比 让人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示意图而是一幅美术作品 然后在他的这个手稿当中他还画了很多磨针的设备 因为他想着说通过这个东西去磨针的话 就可以迅速的提高效率让纺织场的时间大大缩短 然后虽然这些都没有实行啊 但是达芬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思考 呃达芬奇因为他对于人体的这个兴趣 比如说他把人体所有的比例进行反复的测量 额头离头顶到底比例是多少 眼睛离头顶的比例是多少 然后他让自己的呃学徒学生一直不厌其烦的去丈量各个比例 呃如果达芬奇愿意的话呢 他可以出一本呃人类最早的关于人体的这个解剖图的这个学术著作 呃但是达芬奇确实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了 颈部肌肉的正确解剖手稿在1510年 这是达芬奇画的 然后旁边有非常工整细致的呃这个说明 而且达芬奇在画这些解剖图的时候 他他不是作为医学的用途 他是用非常细致耐心的方式去用阴暗法 把整个人体的方式用一种美感的方式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不像是医学的东西觉得怪怪的 而是具有一种美感啊 然后达芬奇对于蓝天 他一直想知道到底这个蓝天为什么是蓝的 而且在这个书当中还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 他一直想知道啄木鸟的这个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想把这个舌头画出来 我不知道现代人在现代医学或者是科学的帮助下 有没有知道这个答案 在这个自传的最后一页 他终于给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啊 你知道这个啄木鸟的这个舌头是他的那个绘的三倍长 它是很长的 因为啄木鸟经常要伸到这个树当中去把这个虫子给给给给给 吸食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么长的舌头他放哪里呢 他会在他的这个头腔当中脑腔当中他会缠绕一圈 像他会伸进去你知道吗 像在他的头颅上面卷曲下来 然后他不用的时候就留在大脑里面 因为啄木鸟在在啄这个木头的时候啊 他这个脑袋震动的是我们平时 他说是人类死亡的三十倍的力度啊 所以如果人用同样的那个力度去震动的话 光光光就震死了 但是呢 啄木鸟就是通过这个舌头缠绕的方式 让他的大脑免受冲击 我不知道达芬奇有没有追求到这个答案 达芬奇对于世界的万物从他十多岁的时候 一直到他67岁去世的时候 医生都在对以上的话题主题进行探索 他从来没有一刻停留 而且我给大家讲一个他 在描述战争场景当中啊 就是由于他具备的知识的丰富程度 所以他能够想象出说如果他要描绘一个战战场景 他到底如何去描绘 我给大家读一下 大家就明白 原来所谓天才的定义就是这样的啊 在373页的时候 达芬奇曾经表达过说如何表达战战的场景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他接受了一个任务 要去画一壶巨型的这个作品 其中最主要的主题是战战的场景 他这么说 他说如果你想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你就要在他被拖行的地方画出这个血染的泥土 因为那个马会拖着死去的骑手 在灰尘和泥土当中留下尸体的血迹 然后战败者一定要脸色苍白面露惊恐 他的眉毛要高高扬起 或者因为悲伤而眉头紧锁 脸上要布满痛苦的皱纹 然后他就越写越激动啊 因为他完全知道要表现这个战战的场景有哪些细节 他后面还写 他说尸体一定要沾满尘土 尘土以尸体血流混合的地方 应该变成深红色的紫浆 那些垂死的人要牙关紧咬 眼球上翻 双拳垂打自己的身体 双腿扭曲 还有一些人的武器被夺走了 或者被敌人打倒了 他们转向敌人 用牙齿和指甲恶狠狠的进行报复 一些伤残的士兵倒在地上 用盾牌掩护自己 而敌人俯身打算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你看这些 现代人看了很多的电影作品 可能有类似的能够想象出这样的一个画面 可是在六百多年前 没有借助我们现在的这个视觉冲击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作为一个画家 能把这些所有的细节想出来 是由于达芬奇对于这个世界 永远保持一个开放的双眼的这个原因 正是因为他伟大的好奇心 达芬奇才能创造出很多伟大的作品 我给大家看一下达芬奇在成熟的时候 他的绘画的一些作品 这个是他一幅作品的奇作 就是草图叫《颜尖圣母》 这其中当中的一个人物 这个作品非常简单 但是是不是大家能够依旧在其中 感受到他非常细腻的雕刻的能力 如果大家能够放大一些 去看到这个作品的眼睛 他的鼻子嘴唇的处理 即使六百多年过去之后 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 依旧觉得他看似熟悉 一点都不陌生 觉得不老旧 而依旧是很生动活泼清秀 对吧 或者这种美能够迅速的被我们了解 而在这里面 你看达芬奇用的笔画是非常少的 晚年的时候呢 六十多岁的时候 据说达芬奇那个时候 他已经显得很苍老了 其实六十多岁 因为达芬奇在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风流倜傥 然后是一个美男子 所以晚年的时候 达芬奇一直恐惧自己的衰老 据说这个是他自己画的 自己的这个自画像 有很多人给他画的一些自画像 但是我当我看到 别人的自画像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那些自画像当中 过于的夸张 有时候把他画的太年轻 太英俊 这个有可能是他自己 有可能是他自己在想象 自己更苍老一些时候的样子 但是大致的神情是相似的 这幅图已经有一点点模糊了 他没有明显的边界 你会发现吗 然后但是你依旧能够感觉到 他的表情 这个表情有一种 带有一点忧虑 沉思 或许有一点点愤怒 可是有一点点无奈 你拿不透 就是达芬奇永远能够 在绘画当中表现一种复杂的情绪 不说他最最为这个著名的 这个这个 莫娜丽莎的微笑 就当你看到他其他一些 简单的作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非常非常难重复的 这些16世纪的 绘画家所展现出来的一种 一种技术的功力 以至相对应的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叫米开朗奇罗 米开朗奇罗当时和达芬奇 在同时在米兰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较量 互相 达芬奇实际上是非常高调 穿着艳丽 米开朗奇罗实际上是一个 苦行僧的形象了 但是呢 他由于自己跟这个达芬奇的 个性差异太大 所以偶尔两个人之间 也互相有一些battle 互相有一些攻击 看到两位天才的艺术家 在当中有一些 你真我读的印象 实际上是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说这个达芬奇就 一直声称绘画是 更加优于雕塑的艺术 他这么说的 他说绘画囊括了自然界当中 所有的可见之物 比如表现万物的颜色 以及其衰减变化 而贫乏的雕塑就无法做到 画家通过物体与眼睛之间的 空气的颜色变化 表现距离的远近 他可以展现出各种物体在雾中 依其可见的样子 他能够表现出雨中透过云雾 看到的山巒河谷 他不仅能画出尘土 还能表现出战事在其中激起的烧动 那这些 这当然是达芬奇的这个观点 但是米开朗基罗 其实他也是一个画家 比如说这个就是他的一幅画 这个叫圣家族 这是米开朗基罗 但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我觉得对于外行来说 当我去看一幅画 米开朗基罗 那也是伟大的艺术家 好像看起来都很好 对吧 他的主题也非常相似 但如果大家去读这个自传的时候 我们可以学到一点点 如何鉴赏一个伟大的作品 你发现这个作品和作品的差异 在普通人看来很微小 可是在鉴赏家内看来极其巨大 比如在这个作品当中 你能看到一种非常明显的线条 达芬奇很少用这种方法 达芬奇非常反对在绘画当中 使用清晰的线条 因为他说据我的观察 你在生活当中看到的一切东西的边界 是很模糊的 对吧 你不知道哪里就自然的过渡 所以达芬奇的画当中 经常用图韵法 就是他把那个颜料用手指 有时候会抹掉他们之间的界限 让他有一种 就是像雾一样的朦胧的感觉 那这个在蒙娜丽莎 这个作品当中表现的是最为明显的 这个是晚年他画的 最为成熟的作品 蒙娜丽莎 那蒙娜丽莎的这个人物到底是谁呢 她是一位丝绸商的妻子 那这个人叫丽莎 但是他委托他画这幅画 然后达芬奇就欣然答应 让达芬奇并不喜欢接受别人委托的工作 比如有一个侯爵夫人 一直想让他画一个自画像 他就从来没有完成过 而且达芬奇有非常严重的拖延症 他大部分的作品应该说是 大部分的作品都没有完成 然后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 或者对于达芬奇来说 完成一个作品 就宣判一个作品的死亡 那蒙娜丽莎的话 在他晚年50多岁的时候开始画 然后他一直待在身边 在他去世的时候 这幅画实际上还摆在他的工作室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 但是随着他去世 当然我们可以说 他是留给世人的最伟大的作品 莫娜丽莎到底好在哪里 我觉得可以对 可能对于外行人来说 这个真是非常非常难 对吧 他的微笑的神秘 他的绘画的技巧 以及他的仪态的端庄 每个人从中看到的不同的感觉 或者你觉得眼神 不断地能跟随你的这个技术 对吧 或者是一直过了600多年 我们依旧还在这个画当中感觉到这个主人公的那种情感的力量 或者这幅画的这种安详端庄的感觉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 但是我非常熟悉的是作为普通人经常质疑说 这幅画一点都不好 对吧 但当你去读完这个自传的时候 你至少能够接受一个这样的观点 这幅作品是技术非常成熟时期才能创造出来的 所以接下来我想一个非常短角的简单的故事来告诉大家 就是也是我在这本书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收获 就是完全的一个艺术的外行的人来理解 就是一幅画到底好在哪里 所以我们用这个美丽公主 也是这个自传当中的一个小故事 来结束我们今天对达芬奇自传的一个分享 这幅画呢 其实看起来不像达芬奇的作品 因为达芬奇首先他的很多作品当中的主人公 他的这个姿 姿态都不是像不像这么死板 第二他的这个头发的话都是卷曲的 然后这个作品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 而且是一个侧面 而且主人公的这个表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的丰富 对吧 这幅画最早就出现在一个收藏 一个收藏者的这个家里面 后来的话他就拿出来进行拍卖 这个画最早是画在一个羊皮尺上面 但是达芬奇很少把画画在羊皮尺上面 它是一个粉彩画 19世纪德国的一个画家 被看成是他的作者 就是他可能模仿文艺复兴时候的作品 后来有一个叫匹德谢弗曼的一个收藏家 他就发现了 他看到这幅画 他发现竟然这个画是要拍卖的 所以他就去拍卖 当时这个他提交的报价是18000美元 这个实际上是拍卖行预估的两倍那么多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人出了21850美元买走了 所以这个谢弗曼就觉得说哎呀 呃错过了这幅画他以为就见不到了 但是九年之后呢 这个谢弗曼他在曼哈顿的上东区一家画廊里 他突然看见有一个老板叫甘特甘兹 凯特甘兹 这个甘兹实际上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一个艺术商 他当时在经营一个这样的画廊 然后谢弗曼过来一看 哎他几年前在错过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叫美丽公主这幅画就在这个画廊里面 所以他就装作很镇定的样子 问他多少钱呢 然后这个甘兹竟然说那两年 九年前他就两万多买下来的 他说就两万多 后来他就让他老婆马上把钱打给了这个甘兹 然后就手里夹着这幅画就走了 那接下来的事情当然是他要去印证 这个画到底是谁画的 到底什么时候的作品 有一件事情比较好确认 就是我们用探似的方法来确定他的年代 这个比较好做 后来发现他大致的这个时间 就是绘画的这个时间 是1440年到1650年 这个时间是符合达芬奇作画的这个时期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鉴赏一个作品的非常重要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鉴赏家 叫艺术权威鉴赏家 所以呢我们我们的谢弗曼就拿把这幅画拿给很多艺术建厂家 有包括伦敦的这个艺术博物馆当中的这些策展人 馆长 他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这幅画有可能是达芬奇的这个作品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反对的 然后在这个这个鉴赏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环 是什么呢 就是在2010年左右 在谢弗曼来到了 他把这幅画带到了一个叫卢尔埃米技术公司 这是巴黎一家专门对艺术变形数字化 红外线多普段光学分析的公司 然后把这个画要放大数百倍 然后每平方毫米有1600个像素 就是每一根头发都能看得很清楚 放大之后再进行分析 你会发现这个年轻女子上面的装饰的花边 环绕的织绕的方式 和达芬奇以前有一个作品叫 《爆影鼠的女子如出以者》是一样的 然后她的阴影画得很精细 透视也非常准确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她的眼睛的红膜 跟这个爆影鼠的女子对比之后 细节是一模一样 包括她的这个外眼角 上眼脸的皱褶 红膜的轮廓 上下的睫毛 以及毗铃的下眼脸边缘 以及红膜的底缘 这些细节全部是一致的 所以你会发现 鉴赏一幅画 其实并不像我们普通人说的说 一个鉴赏师说是就是 它需要很细节的鉴赏 而且包含了很多科学的要素 尤其是达芬奇是左手 他要画那个阴影线的时候 其实跟右手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他把它全部进行分析完之后 那这些学者大部分都认定 这是达芬奇的作品 那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细节 鉴赏当中的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也可以看成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 就是发现在这幅画的最上面的一个角落 有一个非常不显眼的指纹 这个指纹是画家有些时候 他要去按 他要去涂抹那个颜料 所以他会很用力的去擦这个画 但是由于时间比较远 所以这个指纹并不是非常清晰 只有八个鉴赏点 有八个鉴赏点 所以是不能 其实不能确定就是达芬奇的指纹 只不过把这个八个鉴赏点 在后面的有一个科学家做出来说 他和其他的绘画当中的指纹的八个鉴赏点 是能够重合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基本断定这幅美丽公主 就是达芬奇的作品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鉴赏的细节 2009年 他们公布这个指纹的证据 然后到2010年呢 他们竟然找到了这个羊皮纸 撕下来的那本书 原来这是达芬奇给一本书配的插图 然后他发现这个羊皮纸剪下来的 所有的这个痕迹 都完全能对得上这本书当中的作品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复制品 它是完全从书当中摘选下来 那个时候不是大配量的这个复制品 所以这个作品当时拍卖的时候 是两万多美元 现在的估价已经是一万五千万美元 这是一个让现代人非常激动的故事 因为他这里面有金钱作为要素 对吧 来来衡量 那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说 哇好厉害 我在这本书当中看到这些故事 我才知道原来伟大的作品 不只是说说而已 当我们如果有机会 能够去卢浮宫看一看Muna Lisa 或者是看一看最后的晚餐 即使是看一些复制品啊 那我们可能也能够了解到 原来达芬奇艺术的伟大 原来是在这里 我以前也经常去一些博物馆 但是我要必须承认 很多时候看博物馆我是看不懂的 这本书啊 达芬奇传这本书 真正帮我是一个门外汉 走进了一点点艺术之路 第二个的话 在这个书当中 我们确实为达芬奇那种伟大的好奇心所激励 我现在终于理解 为什么乔布斯如此遵从这个达芬奇 从他的生平或者从他的故事当中找到乐趣 为什么有乔布斯那句话叫 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叫永远要保持饥渴 在这个书的序言当中 他说到 现代社会当中的分工 使得我们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已经漠不关心 就我们并不关心 电脑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并不关心红外线 并不关心微波炉的原理 对吧 那与之相同一并出现的是我们抛弃了我们伟大的好奇心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能见到很多没有好奇心的人 达芬奇当年所希望掌握的那些知识 在科学主义的今天已经变成了常识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光合作用 知道了血液循环 知道了人感冒的时候抗生素的作用 但是其实人对于这个世界依旧有相当多的位置 而且这是推动人类前进的唯一的理由 人类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好 人们为什么增加自己的福利的原因 就是人保持了这种好奇心 然后我们用600多年前达芬奇那些 在今天看起来不是分工伟绩的事情 来激励我们 仅仅是因为我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种精神 就是我们始终要保持那种最单纯 最淳朴的好奇心 然后在生活当中 如果学习去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 失望 后悔 迷茫 对吧 犹豫 徘徊 如果每天保持学习 我觉得可能生活就会变成一场盛宴 所以达芬奇在去世的时候 他留下了他这么一句话 就1519年的时候 达芬奇去世了 才67岁 非常可惜 他说一日充实 一夜安眠 如果你今天学了一些东西 你今天晚上就可以睡一个好觉 一身充实 含笑安息 如果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停止探索和追求答案 那么你在去世的时候 你就可以平静地面对死亡 这一点是很多人很难做到的 所以还是提醒我们 永远要保持那种好奇心 对吧 这是达芬奇传 一本非常厚重的自传 还是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从中有一些收获 谢谢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